在2015年9月16日的时候,在土库曼阿什哈巴德第34届代表大会上,亚奥理事会宣布杭州成为2022年亚运会举办城市,而作为唯一申办城市。 杭州成为继北京和广州之后,中国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。 由于只有杭州一个城市参加竞选,因此,这次象征性的大会虽然没有什么意义。 但是亚奥理事会,还是参照亚运会举办城市的竞选规则,进行了投票。 最终杭州获得了45个亚欧理事会成员国的赞同。 因此2022年,亚运会就是中国杭州了。 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,因为好不容易有个城市来申办。 如果亚奥理事会还不通过,那么下届亚运会很有可能搁浅。 我这话可并不是威严耸听。 因为2018年的亚运会,就遭遇了主办城市临阵脱逃的闹剧。 我们都知道,2018年亚运会是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的。 现在已经结束了。 可是实际上,当年获得举办权的并不是雅加达,而是越南的河内。 可是在2014年的时候,越南政府突然撂挑子不甘了。 理由是越南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中,受到了巨大的影响。 国家经济仍处于困境。 总之就是,对不起,我们没钱办亚运会了。 爱咋咋地。 你们另找别人吧。 亚洲金融危机,还在影响住各国的经济。 其他国家的财政,很难支撑起,该国举办一届亚运会。 要知道雅加达亚运会,都是接受越南的。 因为越南河内的经济不稳定。 该国决定放弃2018年的亚运会承办权。 如果再往前的话。 泰国总共举办了五次亚运会。 但是其中有两次是接替其他国家的。